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Ryan 今天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安居多伦多 我带大家看的今天这间屋是在万感市 麦卡文及布尔屋的交界 这间是一间拧屋 拧屋这间对出是天主教小学 走路就很快就到了 这间拧屋刚刚好是一个end unit 只有车房和隔离屋是连着的 这间屋里面三房加一个钉 两个洗手间加一个powder room 它的拧屋大约是30尺乘以77尺 而地税是4600多 这间屋的叫价是1099,000元 它就在2月7号集中收购 它的车房就是一个车房 外面还可以多拍两部车 现在进去之前 希望大家按下个like share我们的影片 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可以走 我们现在可以走 在这间屋里面 进入这里右手边 就有个片厅 全屋这里上面这一层都有迂用来的 這邊呢 就有一個Powder龍 好嗎? 好嗎? 左手邊這裡就有一個closet 一個closet旁邊就是出去的車房 這個就是單車房就是我剛才這樣說 車房右手邊還有道門可以出去旁邊 在車房進來 車房對著下面就是basement 一會跟大家下去看看 我們現在走前一點 這裡就是上二樓的 我們直往這裡 飯廳連住住宅 餐桌這裡對出就是backyard 今天回來了 餐桌對著就是這個大廚房 就是很開揚的 你看看 廚櫃都上升了 看他托 看他托 還有那些appiance 都是upgrade這個不受降 那我們現在再走上去二樓看一看 上到二樓對著就是第一間房 嘩好大有兩個大窗 還有上面也有port light 對著這裏還有一個closet 由這間房出來左手邊就有另外一間房 這裏就是個closet 同樣這一間房都是很大的這間小房 大家見到啦 放了一個double的床在這裡 兩邊還可以放多兩個床頭櫃 還有空間 那我們由這間房出回來了 沿著一條走廊 右手邊有一個很大的storage 那這個storage對面這間就是一個共用的洗手間 哇這裡裝修過了 那我們走前一點看 這個就是個fasa 那由這個洗手間出回來 左手邊就是一個主人套房 這個主人套房也很寬敞 還有好像正 那主人套房的這個窗 都是對著backyard的 這個主人套房也很寬敞 不少得他就是主人套房的洗手間 都是upgrade了 有花灑 還有一個浴缸 全部都upgrade了在這裡 隔壁 旁邊就有個walk-in的closet 這個walk-in的closet 都很深 不是很大 只要自己再弄一弄它 買回一些架啊 一些早木櫃啊 那這個就相當好放的了 那這一層就說到這裡為止 我們落一落去那個basement看看 這個就是basement了 來裝修的 洗衣乾衣機呢 就在這裡 還有軟水機 就很闊落 那右手邊啊 你看到很多空位在這裡 很乾爽 一目了然 那今天就很簡單地介紹了這間屋了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很歡迎你找我Ryan 或者我Partner Antonio 就這樣就說到這裡為止了 拜拜 我們下一條片見 如果大家對於多倫多的樓房買賣 或者樓花需要更多的資訊 歡迎你們隨時聯絡我們 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sadletoronto.com 特別是樓花這一部份 你在我們的網站那裏拉下去下面 就可以找到最新的熱門樓花行程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為止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